哈喽大家好,我是涛哥,一个把电影当故事讲的电影解说 今天涛哥给大家带来的是印度恐怖片《黑仙女》 故事开始,男主正开车行驶在荒郊的公路上 突然一个黑衣女人冲了出来 男主来不及刹车,撞死了黑衣女人 随后男主把黑衣女人送进了医院的太平间尸检 同时着手调查黑衣女人的来历 据了解,黑衣女人因为专门收养流浪狗 被附近的居民称之为狗女 警察在狗女的家里发现了被锁链锁住的女主 黑衣女人是女主的母亲 女主在山林里被抚养至今 与此同时,太平间负责尸检的停尸人 在黑衣女人的身上发现了宗教的印记 于是停尸人便把这一切发现打电话通知了一个老头 老头是宗教的头目 多年前曾经残害了无数的妇女 晚上男主把女主送回了家 这时女主看到不远处出现了母亲的身影 女主不敢相信的上前查看 结果母亲却瞬间变异 女主吓得逃回了屋内 脸上的表情突然变得痛苦万分 短天停尸人带着老头为首的教徒 来到了女主家的附近 准备捉拿女主 屋内的女主似乎有所感应 敢在老头进来前就逃走了 接着女主来到了男主的家寻求帮助 女主告诉男主自己从小在山林里长大 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地受到了追杀 是母亲提前把自己藏了起来 所以女主才能躲过追杀活到了今天 男主非常的同情女主 于是暂时收留了女主住在了家里 起初女主无法摆脱过去的阴影 仍然时不时地看到昨晚出现过的幻觉 但是在男主的帮助和开导下 女主逐渐放下了不开心的事 之后女主学着电视剧里那样和男主表了白 于是两人就情不自禁地那个那个啥了 某天女主又开始了痛苦的煎熬 男主关心地上前询问 女主则表示这样的情况 自己每个月都会来一次 让男主放心 到了半夜女主无法抑制住身体里的某种冲动醒了过来 然后从楼房的外面一路爬到了地面上 咬伤了路边的狗 与此同时死去的黑衣女人已经变成了怪物 教徒们囚禁了黑衣女人 利用其感应出了女主的位置 转天老头就带人找到了男主 希望男主能够交出女主 老头告诉男主 女主就是传出中的黑仙女 也就是魔鬼的女儿 如果男主继续包庇女主 总有一天后果会不堪设想 虽然男主拒绝了老头 但是也免不了对女主的来历起了疑心 接着男主独自在外面喝酒喝到了半夜 在回去的路上 男主遭遇了停尸人的袭击 一身挂彩地回到了家 女主看着男主身上的伤 心疼不已 在得知凶手是停尸人后 女主当晚就提前埋伏在了太平间 弄死了停尸人 接着又连夜飞檐走壁地回到了男主的身边 一大早 男主的正牌女友就找上了门 心虚的男主把女主藏到了浴室里 然后支开了女友 随后男主又去查询了关于魔鬼的资料 资料上称 魔鬼的后代体内残留有毒药 这些毒药会令黑仙女们痛苦万分 每个月都需要通过杀身来排毒 黑仙女们甚至会想方设法地和人类生孩子 然后来延续魔鬼的血脉 联想到女主之前表现出来的种种现象 这时的男主对女主是黑仙女一事 已经深信不疑 接着男主回到了家 用锁链锁住了女主 没想到女主却告知男主 自己已经怀了男主的孩子 男主心情很是复杂 此时守在门外的教徒破门而入 女主不断地挣扎 向男主露出了哀求的眼神 但是男主狠了狠心 仍然把女主交给了教徒 三个星期过去了 由于内心的煎熬 男主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闭门不出 女友看出了端倪 并戳破了男主金屋藏郊的秘密 男主无法继续忍受良心的谴责 于是就把女主的事全部告知了女友 结果女友并没有责怪男主 而是表示了理解 最后女友让男主三思 是否真的要放弃自己的所爱 经过女友的点拨 男主醒悟过来前去寻找女主 然而当男主回到家时 发现所有的教徒全部惨死 女主不知所踪 而另一边 黑化暴走的女主找到了老头 为了报复老头 施加在自己身上的折磨 女主杀死了老头 接着女主又找到了男主的女友 因为嫉妒 女主同样想要杀掉男主的正牌女友 结果关键时刻 女主的临盆期到了 善良的女友并没有落井下石 而是反过来帮助女主顺利的生产 男主也在随后赶到 此时的女主已经留下了孩子 独自离开了 接着男主在山林中 找到了伤痕累累的女主 女主告诉男主 孩子并不是魔鬼的后代 因为在孩子出生时 自己并没有带着魔鬼的恶意 而是带着爱生下了孩子 所以男主可以放心的抚养孩子 此时的男主百感焦急 为自己当初懦弱的行为 后悔不已 电影的最后女主体力耗尽 永远地死在了男主的怀里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